做完上面的架子之后 我们再来做下面的木凳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用矩形来绘制木凳的板凳的位置 我们可以配合I鼠标的中键放大和缩小 在侧里面上来看一看它有多厚 它应该和我们的柱子是差不多的 在这里CAD有没对齐的位置 这是它CAD在绘制的时候出现的一些失误 我们暂时先不用管 我们可以先测量一下 板凳的一个宽度 我们就让它跟底下的这个基座一样宽 390 我们可以让它挤出390 然后我们可以将它的位置对齐 我们下面的这个柱子 对齐之后我们再看看前世图 然后对它的材势进行一个附加 附加完了之后下面还有支撑的小柱子 同样的我们还是用矩形来进行绘制 我们还是给它结束一个390的厚度 在侧里面上来对齐它的一个位置 对颜色进行一个附加 然后我们可以实列复制 点对点 复制两个就可以了 做完了一根木凳之后 我们可以往后复制 我们将它们四个物体 乘一个组 这样方便于我们到时候的复制 我们可以对它的点进行选择 来复制 这样我们下面的凳子就做好了 做好了下面的木凳之后 我们再来看上面 它还有一些条 在这里 在这里这些条上也有一些弧形 跟我们之前做过的很相似 我们还是来绘制一下 选择线 进行勾 我们来配合i和鼠标中间 来配合一下 在这里断开 再来绘制下面的这一根 我们可以取消新图形 绘制好了之后 它们中间还差一个弧形 同样的 我们再绘制 两个弧形 这边再绘制一个 绘制完弧形之后 我们能看到它们是 以三个颜色来显示 说明它们是三个图形 现在我们来将它们附加到一起 我们直接选择线段 鼠标右键 附加 让它们附加到一起 附加到一起之后 同样的将未闭合的点 进行一次焊接 选中点的命令 跟这些点进行焊接 鼠标右键可以进行焊接 再来看这一边 焊接点 创新焊接 焊接好了之后 它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图形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 对它进行一个几触 在侧面上 来测一下它的一个厚度 100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 100的几触 几触之后 我们可以将它的位置 挪过来 放到这边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观察 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物体 中间是空心的 四面呈发黑的颜色 说明它是一个未闭合的物体 那现在我们要将几触命令 先删除再来检查 我们线里面是否有断点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进入点 来看一看 哪些点是未闭合的 在这里我们已经找到了 这两个点还没结合到一起 我们再来结合一下 再来看一下 现在它们已经闭合了 现在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起初 闭合的线软解除之后 它会是以实体来显示 前面的做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然后复制到后面 复制好了之后 我们在侧里面还能看到 还有一些木条 我们现在同样的方法来绘制 用线 将新物体取消 在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可以更改一个颜色 再来绘制下面这个位置 绘制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对弧形 进行绘制 绘制好了弧形 我们可以选中我们绘制好的东西 进行一个孤立 我们现在来看看它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孤立的快捷键 Water JackQ 看到我们现在绘制书的图形 在这里 它们的点是未闭合的 我们可以对齐 进行一次焊接 在点的命令里面 进行一次焊接 在这里 同样的 进行一次焊接 现在我们看到这里 有一个断口 这边也有一个断口 在这里 我们还有一个工具可以使用 叫连接 在鼠标的右键 选中这个线 在鼠标的右键里面 里面有连接功能 选中之后 可以直接拉过来 这边同样的 鼠标右键 连接 连接好了之后 可以不用焊接点 因为连接之后 它的点是自动闭合的 这种方法 平时我们也可以用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挤出之后 我们来看看 它在正立面上的厚度 好像跟我们现在挤出的 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厚度是多少 70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 70的挤出 挤出完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复制 或是对颜色 先进行一个附加 然后 往旁边进行X轴的锁定 然后进行复制 在复制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 我们所需要的个数 现在我们直接输36个 在这里 好像多出了几个 我们将多出的进行删除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我们的花架 现在花架就已经基本 做好了 我们可以将我们刚刚 绘制的剖面放到一边 将我们的花架 乘组 乘组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花架和我们的平面有一定的区别 平面是叫弧形的 现在我们所要做的是将花架变成弧形 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配置按钮这边可以进行一些添加 笨的 在这里我们为我们的花架添加这个笨的命令 进来之后我们可以在用户式图里看一看 我们可以对它的角度进行一些旋转 它的方向现在好像不对 对我们应该是要往X 走我们可以将走点变到X 走因为我们是让它弯一下 可是现在方向还是不对 是说明它的坐标周心有问题 我们可以将这里输入一个90 现在再来调整 现在基本位置已经对了 形态也对了 对了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花架是在移动 可是有些东西 它是不能被弯曲的 这些就是我们上面的两根木条 还有下面的凳子 它们为什么不能进行弯曲 是因为它们没有点来进行支撑 在这里我们要为它添加一些点 首先我们先将笨的这个命令进行删除 将阻进行截阻 选中我们需要添加点的一些木条 我们先选下面的这一根点 这个木条选中之后 我们可以退回它的 矩形的这个命令里面 进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在矩形的命令里 是没有可以添点的这样的一个修改的 一个展卷栏 或者说是只层级点的 在这里我们要给它添加一个可编辑样条线 添加之后它现在出现了点 线段和样条线的命令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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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上面这两条需要被添加点的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细分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点的添加 在这里点一次它会自动的开始均匀的打点 点越多弯曲的弧度就越多 现在我们加好点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关闭 现在我们在它的线框显示上能看见 它已经多了很多点的线段 然后在上面这一个同样的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点的添加 我们退回到可编辑样条线 线段的命令 选中这两条边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点的添加 可以多点几次 然后直接关闭 退回到极出命令 因为是实列复制的 我们只用修改一个 后面的就跟着一起改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实列复制来相同 的物体 在这里还有板凳也是不能进行弯曲的 我们将它的组进行解开 解开之后也对它进行一个加点 也退回到举行的命令 举行不能进行修改 所以也给它添加一个可编辑样条线 然后选中它的线段的命令 在加号里面点开也可以选中线段 选中线段之后我们可以选中这两条 然后进行 细分加点 可以了 合适就行 不要太多了 退回到极出的命令 旁边的因为是实列复制 所以全部都已经加好了 现在我们再来将我们的花架进行一个乘组 乘组之后再来进行我们的弯曲 添加我们的笨的这个命令 弯曲现在在这里 我们刚刚说过它是以X走的方向 来进行弯曲的 然后在这里把轴转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看看 它的角度已经和我们想要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它的弯曲的弧度 现在基本就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花架的制作就是这样 再来进行弯曲的弯曲的弯曲